謝謝主席,有請部長 秀遠好 部長,我幾件事情要請教你,也請你協助 首先,因為美國有一個研究機構 可能會邀請我們去討論 主要是談到TPP跟RCEP 那麼目前這兩個部分,我們的進展 或者是我們的構想 現在外交部的立場跟說明是怎麼樣 非常簡單,因為現在TPP協商還在發展當中 因為事實上這個禮拜在夏威夷他們有密集的協商 我們也在觀察下一步的進展 另外就是美國本身貿易促進法案 就是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的部分 到底會不會完成 這樣也是我們下一個關注的重點 美方基本上是對我們表示支持 日本也表示支持 其他的一些國家也在看美方 還有看日本的態度 我想基本上我們希望支持的聲音會更大 我們覺得如果今年上半年 假如說有非常具體的一個成果出來的話 我覺得今年完成的可能性就會比較大 我們希望明年下一個階段的協商 現在已經有韓國 有我們還有菲律賓都表達這方面的意願 我希望這個部分有加強的空間 我們跟美國的TIFA談判 事實上也在進行當中 我們希望在下個月能夠進行第三回合的TIFA RCEP的部分 我們報告裡面也說了一步 我們在觀察到底它有沒有可能 在今年年底之前會完成這個 ASEAN 10 plus 6的相關的談判 那目前看起來是有一些進展 可是並不是那麼明顯 那我們主要是透過雙邊的途徑 其實我們跟這個 包括我們跟印尼 我們跟馬來西亞 我們跟菲律賓 甚至於我們跟越南 泰國其實都有在做這些雙邊的這些互動 那我們希望就是我們跟這些國家的那個連結 還是要加強 因為畢竟這個在整個來講的話 就是貿易自由化便捷化 事實上是一個整體的工作 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提供給我一些 我們國家立場的說明 好的 我們請我們國經事來做一點整理 好的 我想這樣我可以再仔細的 了解一下我們的國家的立場 那麼必要的時候 當然我們也會盡量來爭取 那另外當然 我們是有一些的研究計畫 在進行當中 首先我想請教一下 部長有沒有去過蘭嶼 蘭嶼沒有 你有沒有看過蘭嶼人的戰武 他們都戴了一個銀盔對不對 銀座的那個帽子 如果有機會部長可以去看看 我有看過蘭嶼的那個船 那個獨木舟 那個大扁舟等等 那蘭嶼有沒有出銀礦 我不是很清楚 是 你的當地的這個礦 應該是沒有了 應該是沒有 可是他們為什麼會有銀 還可以打帽子 這個當然我是好玩的 是 我想這個也是給您 從不同的資訊裡面去思考 不同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看法 很有可能 曾經有一艘船去到那裡 然後上面載的都是銀壁 最後沉沒了 那麼只有可能這艘船 現在在東部 但是我們想比較有意思的是 我們最近依照文化部委託給中山大學 中央研究院所做的一些調查 在台灣的周邊海域 其實現在發現了一百多艘沉船 其中包括了已經確定的 包括這個廣炳艦 是甲午戰爭的時候那艘船 那麼曾在這個澎湖 那麼2001年的時候 聯合國已經制定了水下文化遺產公約 2009年這個公約生效了 所以我們一直認為說 我們國內對於這個跟國際接軌 保護這個世界文化遺產 我們把這個東西當世界文化遺產 不是只有台灣的 因為有很多的 包括我們在澎湖 有一艘船叫英倫紀念碑 叫Bohara那艘船 它事實上打撈出來 還有墨西哥的銀幣 這表示它是一個貿易船 所以台灣過去是世界上 一個非常重要的航道 很多的這個船舶都經過這邊來 我們來從事國際外交 從文化的角度 其實可以有很多創意的一些想法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去年我們曾經參與了這個文化部 有一個叫做趨勢計畫 就是台法之間的一個合作 中間有一段是談到水下考古的部分 但是很可惜我們當時 雖然透過的這個文化部的法國的 這個一位顧問來安排 包括他們的國會議員 包括他們的文化部的這些人 都已經安排好行程 只是我們經費不夠 外交部的當時經費是只能到 這個我們只有兩三位這個委員 只能到巴黎去 但是我們想去看的東西是在馬賽 因為馬賽是在1966年 1966年 對不起 1966年的時候 全世界就設立一個水下文化遺產中心 我們為什麼認為這個東西的參訪很重要 第一個這是國際禮儀 你還排好行程以後 你跟人家說 對不起我沒錢 實在是很失禮的一部分 我們也希望外交部能夠重視這個 那另外一方面 因為有很多的這些資產 其實都是國際的 包括英國這個這艘輪船 到我們澎湖擱淺 包括我們這個 可能有一艘 說不定是西班牙 或者是西方的大船 是在我們的東海岸 也許是蘭嶼 也許是利島 現在目前正在進一步的確認當中 這些東西都是進行國際合作 國際交流 甚至文化的研究非常重要 我們也希望那個外交部能夠來支持 像類似這種文化外交的一個 這個工作 這一點是不是 今年能夠請外交部來盡量支持 我們會盡量地來協助 因為我想針對於文化外交的部分 當我們會來做 當我們也會跟文化部來做一些必要的配合 我想基本上我們願意來考慮 好 那麼另外呢 過去有一艘船叫自由中國號 曾經去過美國 我們後來透過外交部的協助 把它運回來基隆 但是這艘船畢竟還是非常老了 一百多年沒辦法在船上走 那麼後來呢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想法 就重新打造一艘古帆船 這當成訓練船 就像日本的橫濱 這個港前面有一個日本碗 日本馬路這一艘船 它是當成訓練船 就振興我們海洋的這個文化海洋的精神 我們希望將來呢 這艘船能夠巡航全世界 而且甚至參加歐洲有一個 一百多年的這個帆船 這個帆船比賽 但是始終沒有一個傳統的 中式的一個帆船 我們希望重新打造 打造到以後到每一個港口 每一個國家的時候呢 都幫台灣做宣傳 所以我們在明天下午會開 召開這個一個各部會的一個協調會 希望外交部能夠在未來的行政協助上面 能夠幫我們來 盡量來支持好不好 好的 這個部分我們願意來配合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意見 因為過去事實上我們也有在做類似的事情 好 我想這幾件事情 請外交部來盡量協助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請管閉臨委員 管閉臨 管閉臨委員